拍一口水一定要流出來 不然你悶在裡面的話 這個鵝肉裡面會不會不熟 整治額浸泡在高湯裡 上頭浮的一層油 變成最好的鍋蓋 能悶住湯下的鵝肉 用小火把鵝肉的鮮嫩程度 提到恰到好處 肉只要甜美 關鍵在於高湯 不過裡面的利益 老闆三煎其口 不能說了 說了小孩子就沒飯吃了 店家使用的是白蘆曼鵝 必須有90天成長期 重達9台斤左右 不只相對好處理 成本也比土耳低 但口感可惜一流 把剛起鍋的鵝肉 淋上米酒去腥品味 趁著毛系統打開時 趕緊拔毛 避免毛根太大影響口感 再用砂糖煙燻 增添香氣 三分鐘後 金黃鵝肉香甜甜登場 緊實有彈性的肉質口感細緻 吃在嘴裡還能感受到淡淡的煙燻香氣 加點醬汁味道更加鮮甜 這汁很多嗎 然後也很嫩 然後每個感覺很新鮮啦 就是淡淡的香味就跟一般吃的 外面那種水煮的鵝肉就比較不太一樣 台北人喜歡吃煙燻的 南部人喜歡吃煙燻 北部人就是喜歡煙燻口味 光是一個晚上就能賣出17到18隻鵝 雖然生意好 但這已經是老闆陳宗澤第三次創業 原本開塑膠模具工廠 無奈規模太小 又不想牽廠到大陸 只好關掉公司一切歸零 我開始思考我是不是要做哪一個行業 所以我對餐營我比較有興趣 所以我就跟朋友學做這個鵝肉這個部分 拜師學藝過程中 陳宗澤一年半沒累薪水 還得養家活口 只好借錢度日 花兩年時間熬出頭自己開店 沒想到連續兩次都失敗 賠了好幾百萬 我成前的兩年 我才發覺到問題 這兩年我每一家店 只要是賣耳肉的 我都會去親自去那邊消費 然後我要揣摩它的策略 然後揣摩它的課程 是這樣子研究出來的 到第三次創業 才找到大馬路邊 人潮聚集的黃金店面 客人陸續上門來 生意越來越好 我發覺這個店面 它靠近馬路口 它有很大的紅溪效應 相對的我們也要必須 做一個策略上的調整 所以我租下來這邊以後 我就一直增進過去 人潮變多了 菜色也要更多元 為了搭配鵝肉 陳宗澤研發出這道 番茄牛肉 番茄過油定型 才不會變軟爛 再跟牛肉一起快炒 番茄甜味帶起牛肉鮮味 酸甜微辣香氣炒下飯 另外還有這道香煎豬肝 裹上醬汁的豬肝香氣誘人 外皮煎得恰恰 一口咬下Q彈有嚼勁 因為夠新鮮 所以沒有可怕的內臟腥味 它煮完之後呢 外面還有經過油炸 那油炸的話讓裡頭 吃起來的時候是非常的軟嫩 除了靠黃金店店拉攏人潮 各種台式菜色 更是吸引客人的博爾法門 還要用一道道美食 開啟饕客味蕾旅程